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打炮啊 这一期视频的话给兄弟们解说到的话 是我们华山的一个比赛 两边的话都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阵容 好吧 两边的话都是一个双风双秒的一个阵容 对面的话是选择带了一个华生 观战犯选择是带了一个普洞山 两边的话对面是两个法系 观战犯也是两个法系 因为观战犯的话是有武装冠啊 武装冠的话是有一手前逻的一个金脉 就等于说是不需要愤怒好吧 第一回合直接接了一把前逻 普洞山拉凝洞 对面的话是选择一个魔王寨加神明的一个组合 观战犯的话是一个酸魔王寨的一个组合 我们来看一下哪边比较厉害一些 好久没有看这种法系对轰的一个比赛了 好吧 对面的话有一个风系的一三速 观战犯的话是一个风系的一个一二速 按道理来说的话 风系一三速会比较好打一些 风系一三速的话 就三比来说的话 就等于说是一个风系的一二速 因为对面只需要一速女儿村来封你的二速女儿村 对吧三速的一个翻寸来封你四速 就差不多对面是一个风系的一个一二速 而且对面一速女儿村的话接罗汉啊 翻寸虽然说没有速度啊 翻寸分身之后啊接罗汉啊 应该也会比较好接一些 这一把的话观战犯的话 女儿村一把刘云一把凌智来抢一个风系的一个一速啊 我们来看一下那下一把观战犯的话肯定是有一把风系的一个一速 两个模玩再取秒 哎呦这有有有有灵动有牛镜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呀兄弟们 那对面下一回能够接罗汉的点也就是翻寸或者是一个化身 女儿村的话愤怒是肯定要被观战犯女儿村笑的呀 我们来看一下观战犯这一回是有一速啊 刘云凌智过的话是有一速 女儿村笑脸对吧 对面脚下有塔百分之百是有一把满愤怒 OK对面女儿村的话也是很懂没有犯 哦翻寸风落魄 看一下化身怎么操作 哦化身被笑观战犯的化身比对面更快一些 化身被笑重 那对面有愤怒的点那就只有翻寸了好吧 那对面现在这个时候只有翻寸有愤怒了 翻寸或者是女儿村 哦观战犯前面这个这个魔王赛没有秒 没有秒的话那女儿村分都不够 再秒一把的话女儿村分都够了 OK那这个时候对面翻寸是有一把满愤怒 我不知道观战犯女儿村还有没有笑几三刀 OK笑翻寸啊 哎观战犯这个队伍的话空愤怒空的很好啊 观战犯的话五专冠的话愤怒应该不够了 因为丢过凌智啊 五专冠这边的话想凌智一下翻寸 想抢一下一个风气的一个二属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第五回合的愤怒不太好控 第五回合的话对面化身跟女儿村都是一把满愤怒 哦这边选择琴三叠下对面女儿村 我跟你说观战犯这个队伍打得好真的 哎兄弟们你们不要说啊 观战犯这种酸法系的队伍真的打得好 因为观战犯知道下一回合 就对面这个愤怒空不住了呀 对不对 对面这个愤怒空不空不了啊 他直接点倒一个满愤怒的女儿村 就等于说女儿村的话 只要笑对面的一个化身就行了 哎这个指挥真的真的可以啊 就这年把取鸟的话可能女儿村死不掉啊 那化身是一把满愤怒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化身愤怒谁来控啊 化身笑化身也可以啊 天体同色 观战犯化身应该会笑对面吧 哎观战犯真的打得好 这个指挥啊 哦观战犯骑死了 那化身 应该是有一把满愤怒啊 虽然说被笑过啊 观战犯秒了 反正这一回合没有愤怒啊 第六回合肯定是有愤怒啊 就这样秒的话我跟你说 这愤怒 加愤怒跟喝水一样简单 好吧 这把取鸟秒秒过去 我觉得只要观战犯化身不是有塔吗 化身笑化身 女儿笑翻寸比赛结束 哎对面一束女儿全 从头到尾一把罗汉没有翻出来 真的打得好观战犯 观战犯就那一把流云凌自强速度 是真的打得好 OK 观战犯女儿全已经没有愤怒笑几三刀了 你看见没有啊 直接给对面女儿全拿了一把特技 封了一把特技 对面化身是肯定有愤怒啊 OK化身吃了一把笑几三刀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就碰见观战犯这种队伍的话 就真的 你就不要想着去犯罗汉了 就从第二把操作抢速度开始 射击残刀开始 就基本上这个罗汉是 是犯不出来的 因为对面的女儿全没有一束 这个时候就看女儿全一把流云绝过后 女儿全能不能辞 能辞的话我觉得还能打 好吧 能不能辞很关键 观战犯女儿全都没有 对面的话可以出一匹神马 我们来看看观战犯有没有马 OK出了一个顺法 出了一个红马也可以 不知道对面女儿全能不能辞 一束好像是有了呀 这边直接封宝宝了 我跟你说 这种传统法系啊 两个魔丸再起牛径加普罗山一把 凝洞我跟你说 真的不把对面单人秒 就真的是秒的凶手 我跟他这么说 就你接不出罗汉 跟观战犯这种队伍打不了 可能说观战犯这两个法系的话 还不是一个全魔的呀 一般我跟他这么说一下 一般打华山的话 很少很少有法系加全魔 为什么呢 因为华山地府的队伍太多了 三公的队伍都是地府 所以说的话 加全魔的法系站不住 OK对面的话 一束女儿辞 能辞一手 我觉得也不太好翻盘了 因为观战犯的话 对吧 你辞完之后的话 观战犯先秒 我跟你说辞寒要怎么好用啊 辞寒就是脸边五五开的时候 这个特技比较好用 就比如说脸边 就观战犯倒三个 对面倒四个 就这种 对吧 来一把慈寒 就 比较好翻盘 就差距太大了 这个慈寒的话 其实说 没有什么用啊 你看观战犯 对吧 秒两圈 对面就没有水了 而且对面所有的单位 刚刚起来 都是没有愤怒 所以说观战犯也不需要笑 哎 观战犯这个队伍真的 虽然说也不是什么复战队啊 兄弟们 就是把法是真的没有问题 OK 比赛差不多 也就是十几回合 喜欢炮哥解说的点个三姬点个关注 下期比赛 我们再见 对面 事情 好 如果能遇到 好 自征 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